至少有七年前是很久很久的了 當時我都選擇想忘記這件事 因為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夢 我是發發一下夢 突然間在夢裡好像被人扯開了 在做某些事情正常去旅行、去玩 扯開了我 為什麼我走到這裡 有聲音就在一個圖書館 那圖書館有很多不同的書 有些就發光 有些一排一排在書架上 有些人在排隊 我問這是什麼地方 有聲音跟我說 你現在來到 我要你看一些東西 我看什麼 他說看末世 我說不要了 我不想看 我很怕我要走 末世我也大概知道是怎樣 不要搞我了 他說不行 神說要你看 我說我不想看 但是他都肯定扯了我 去另外一個層的地方 第一個看到畫像是好像一個 白石牆在那裡放一個電影一樣 是很大的 我看到滿海是鋪滿了無止境無際的 都是瓊魚的屍體 全部都反吐 那海是血紅色 天是深藍色 大灰沒有月光 但是我看到那種血 那當時我很害怕 很惶恐 和很憂慮 很擔心 因為他跟我說這個就是末世 那個畫像是很害怕 有些恐怖 我說我真的不想再看 他說 他不理睬我 又拉到我另一層 又是一個地方 又是白色的牆 然後好像投射一些視像上去牆 就看到好像山那麼高的大象 很多很多灰色的大象 很多屍體 摺到好像山那麼高 在上面那堆屍體上還有幾隻大象 就是口裡有鮮血 哀嚎 整個景象是很絕望的 還有那些大象不是一般大象的顏色 是灰白色的 還有一些粉在他身上 好像塗了粉一樣 死的死 未死的有少許喘息的 他都在流血 他的鼻是向上面 向天上面伸展 在那裡哀嚎 在那裡哭泣 然後還有一個血紅色的月亮 整個天是黑 啟哲錄12節第六印的時候說到 日頭變黑 像毛布 滿月變紅 像血 但是那個天很黑 應該是看不到的 但是又看到 很大 很紅 好像淌血的那樣的月亮 去到那個地步 我看到我已經很害怕 很惶恐 很擔心 還有最重要是為世人有一種哀痛 因為將來末世的時候 這些就是我們要面對的事情 那種傷痛 那種心痛 不是只有我自己 為受苦的人 我覺得很傷痛 都是好像心搞痛 我哭得很厲害 是不是在那裡震 哭到時候震 震到在那裡大叫 我當時大叫之中 我就醒了 我醒的時候 我是停不了哭 哭到抽搐 自己在那裡 要等很久才能平復 平復到不要再哭 我是很少這麼大的人試過 會哭到抽搐 停不了 還有那種心搞痛 是為人將來要承受的苦 很痛 很傷心 一直都埋藏在我心中 但那種絕望 是無止境的絕望 我很難承受 當人去到絕境的時候 不是絕境 原來絕境之後 還有更加大的深淵和絕望 這個就是末世 所以我們真的要警醒 我們要悔改 我們要依靠耶穌 不然將來我們是人類 將會很大苦難和很慘 我希望 如果有人聽到這個訊息 而他相信我說的話 是真話 開始依靠神 悔改 這就是人類的將來 很心痛 很難接受 我都不想是真 但這是我事實上看到的 這些都是聖典說的 在第二號的時候 海的三分之一變為血 海裡面的生物也死了三分之一 後來第二碗 整個海變了血 即是說 生物全部都死了 我發這個夢的時候 我沒有概念 聖經啟示錄 有這些資料 有時候都會看過 但看完又不明白 沒有什麼很大的概念 但這個夢是很深刻的 在紀斯六八章七節第一號 有蚵子和火參著血 雕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燒了 即是說 地都燒了三分之一 樹又燒了三分之一 青草都燒了 其實生物都會死亡 之後越來越嚴重 熱到死人了 在紀斯六六章十二節有說到 第六印的時候 地大震動 日頭變黑漲無暴 滿月變紅漲血 即是說到月亮變為紅色 好像血一樣 你不知道聖經有說這些 就證明這是從神而來 我們將榮耀歸給主 因為神賜給你這個恩賜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神會繼續 多親近神 多安靜 神會醫治你 神會安慰你的心 神會帶領你去進入更多的儀仗 而儀仗的目的不只是看一些將來發生的事 目的有幾樣作用 第一是可以安慰人 醫治人的內心 例如你看到一些關於某個人的需要 即是神都知道 或者你看到自己的需要 神去安慰你 這是神來到你身上祝福你 另外另外就是領受的方向 對於基督徒的方向 教會的方向 甚至是整個地區 如何行神的路 這就是有先知性恩賜的人 這個很大的發揮 神要怎樣做什麼工作 教會可以怎樣配合 基督徒可以怎樣配合 這個就是有幫助的 帶領我們前面的路 所以我感謝神給你一個恩賜 你多安靜 等候神 心靈處理平穩安靜 不給你影響 你就會更加容易領受更多 曲目安靜 楓小子 楓小子 符网 楓小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